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就算是有备无患吧 想看就看 别遮遮掩掩的 你怎么在这儿啊 你不是应该在别的池子里吗 我们是夫妻啊 夫妻就应该一起泡汤吃 坦诚相见 没有秘义 不是吗 但你忘了啊 我们是名义夫妻 只是名义夫妻 是吗 是 是吧 反正 现在还没到 可以一起洗澡的时候 你明明都知道 没到时候 夫人 我刚才看你肩膀上有朵花 什么意思啊 哦 那是我小时候对桃花过敏 有一次过敏留下的疤 那疤特别丑 所以我就弄了图案遮一尘 怎么以前你没说过呀 这是很 这是还要特意说呀 难不成我有一天 突然把衣服掀开说 你看我这儿有个图案 你说是吧 也是 嗯 对啊 我从小就没爹没娘 一路逃犯到泰州 结果还遇到了一场水患 你还经历过泰州水患 当时大坝一下子就垮了 所有人都被冲下去了 那你是怎么活下来的 是苏国公他救了我 后来他把我带到了苏府上 让我当了珍儿小姐的丫鬟 珍儿小姐她从小就体弱多病 国公他不忍心把她嫁给你 所以我为了抱苏府的恩情 就代替珍儿小姐 嫁给了你 我知道我自己配不上你 但是你可以放心 等此婚这件事情消停点了之后 我一定会悄悄离开虚府的 绝不会拖累你 我不想让你离开虚府 也不想让你离开我 现在我只想问你一句话 你还愿意 做我的夫人吗 这五十两太值了 你怎么来了 你身上不爱带钱 我看看你有什么喜欢的 买给你 没有 许大人 刚才许夫人看好了一根簪子 才不过五十两 我没看好 真的不喜欢 你刚才说你喜欢的嘛 是啊 许大人都上来了 小夫妻新婚燕耳的 让许大人买了送给你吧 对啊 掌柜 包起来吧 我买了 这东价吩咐了 若是许大人亲自前来 一定要按原价出售 这是我哥的生意 又不别买了 一根小小的簪子 我们徐府也不必占起宁兄的便宜 原价是多少 我出多少就是 五百两 大家有所不知啊 我徐府这银子 我只能保管 不能支配 夫人 这是五十两 我在楼下等你 啊 那个 我先出去一趟 啊 啊 危险 别过来 一趟 一趟 那个 有一趟 大人 这里太危险了 我们快走 不行 武长 我们还得继续搜寻 你流了那么多血 你疯了呀 快走 大人 还是听少夫人的吧 武长 走 母亲 我分了些安神香 您早些睡 我在这耍着 震儿 辛苦你了 母亲 其实夫君说的那些话 也是冲动 最多就是丢个关 不过 凭他的本事 我和景宁哥借些本金 做生意也不至于很落魄 您别为这事 气坏了身子 我倒希望他丢了关 别去揽着 惹火上身的差事 省得咱们娘俩 老是替他担惊受怕的 他要是不查此事 恐怕这辈子也寝室难安 震儿 有些事你不明白 陈大人的案子 没有那么简单 母亲这是何处此言 罢了 震儿 你先出去吧 那我先走了 这房契的花牙可还认得 七日之前 你花了一百两 在京郊置办了一套房产 又去钱庄存了一百五十两 这笔花销 够陈大人一年的俸禄 钱怎么来的 伪造证据 诬陷朝廷命官 一旅应当反座执行 按陈大人的官职 主谋当斩呢 大人饶命啊大人 大人饶命啊大人 我不想死啊大人 别笑了别笑了 我给你只条明路 你若肯出面指针背后指使之人 便不是此案主 此外 协助刑部调查有功 说不定陈大人给你求求情 能保你不死 好好 我说 我说 此前 确实有一个深深秘密的人来找过我 说是只要我帮忙把东西运进来 就给我一大笔钱 其他的小人就 抓吧 大人 死了 死了 新闻 优优独播剧场——更是 优优独播剧场——更是 带到 ledge 周千